晾载 哇 这反弹这么重啊 入射胶 等于反射胶 有出问题吗 我们不想等啊 注意看 因为力量大 互边产生了凹陷 凹陷的回弹 会给球一些反向的力 所以想要大力秀一钢时 需要适当的向左多瞄一些 看看没有 这什么力量 能不能教我 我加班一星期 你说吧 首先先在对面裤边上 找到这四个点 分别放上翘粉 每两个点之间 距离16.75厘米 分别对应这边的四个点 每两点之间的距离 是33.5厘米 先看一下四号点位 对应的这条线 目标球无论在这条线的哪里 都可以对着四号点 小力击打 就能翻进中带 这个需要量仔门 大量的训练这四条线 每条线至少训练100次以上 想练成翻带神功 可不是眼睛看会了就行 而是要将它们牢牢的刻在本能里 这就像给你加装的四把尺子一样 任何目标球在桌上 只要看一眼 就知道用哪条线作为参考线 好 接下来如果目标球 不在这四条线上怎么办 很简单 如果只偏离线的左侧一点点 理论上这条线才是进球线 但是我们只需要加大力量 瞄准三号点打就可以了 还记得吧 大力会缩小反射角 这个球理论上这条线才是进球线 但是它离二号参考线有点远 所以需要更大的力量 去瞄准二号点位 同样也能打得进 现在明白这四条线的重要性了吧 学会的话 你让着我点哈 下课 下课